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近年来 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等国相继同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 双边务实合作快速发展 有力助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给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包括宏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相信这将为宏都拉斯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 创造更多机遇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 终将以失败而告终